这一天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看New Build 我对这些家屋期望都挺高的 我会宁愿把厅打通 放了按摩椅 绝对足够空间 这个看出去 哇 Hello 大家好 我是YM 这一天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看New Build 这个地方就叫做Townwood 就是很近白明汉的 距离白明汉的市中心开车 就是35分钟左右 许可无神 为什么我们会来这个地方拍摄的呢 大家看到最后就会知道原因的了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真的不是很熟悉这个地方 我上网查过的 可能屋苑都是新起的 所以屋苑都是很低的 而且它在屋苑门口阻近 就有一间小型的超市 就是走路2分钟就去到 至于购物中心开车6分钟 就可以去到一个最近的购物中心了 至于出发布明汉的中心 就是大概35分钟 开车刚才也说过 所以就这样听起来都觉得颇方便 那学校就中规中矩 附近都有一些好的小学和中学 就未至于说很出色的 所以大家看今天这条片 都当是认识一个新的地方 就是看一下不同的show home 我们稍后就会看两间show home 都是under这个发展商 Morris Homes 两间是四房的独立屋 一间是double garage 一间就是single garage 每年的管理费是大概203磅 大家看完两间show home之后 欢迎在留言告诉我们 你喜欢哪一间多些 而这一间就是一间四房的独立屋 连一个double garage 这里就是正门 即是有缘关位 也有一个security system 首先我们先看客厅 转左手边就是客厅 可以说说这间屋 未知确实价钱 但销售者说会是 六百千即是六十万英镑 所以我对这间屋 期望也挺高 但看客厅 又不是我想想中那么大 因为说是六百万港元 我会期望这个厅会很大 如果大家有看我们有sager的影片 那间屋是35或36万 厅是比这里 闊就差不多 而且窗户也好像大一点 即是说真的这个价钱 我真的期望会更好一点 可能最少有个bay window 对不对 而且会长一点 当然这个厅也不可以说小 只不过这个价钱 我会期望是再大一点 然后打对面 就是另外一间房屋 这个通常都是 比较大尺寸的屋 都会有一间房间在地下 他就做了一个 类似现客的 订阅房屋 但如果你喜欢 怎样做都可以 多用途室 你可以做play room 或者摆布钢琴 或者workshop都可以的 不过大家看看 这个走廊是很阔的 平时可能是没那么阔的 是的 你可以放鞋柜 放个很长的鞋柜 这里都可以的 这里是可以很阔的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楼梯底的洗手间 也是偏窄的 不过楼下厕所就没所谓了 反而就没有楼梯底 就没有了一个store room 一进来转右手边 就有一个utility 这个绩子也挺特别 很少看到一转 就是utility 通常会收进一些地方 它就有一个洗衣机 也有很多的储物空间 这里放在上面 有个星盘 它还有一部干衣机 就是干湿两边都有的 这个洗衣机的干衣机 这个utility 然后这里就是厨房 也是 我想象中厨房也是小的 以这个价位 我觉得它也有一个island 大家看看这个楼梯 好像有些逼劫 是的 因为这些楼梯很小 比我们家里的小楼梯 这些楼梯应该是160 是六人餐楼梯 而且也不是很阔的楼梯 但是这个island 楼梯也很多 整个u型楼梯也很多 而且它有很多储物空间 你看到这些楼梯真的大 这个设计是可以的 这个楼梯 不是每个发展商都有这一款的设计 这一款楼梯 拉上去的那些 我喜欢的我个人就是这个 它有两边窗 你可以说它煮食楼这里特别一点 是的 它也是一个全大尺 有double oven 上面是microwave 下面是oven 我就不开了 但是它真的楼梯 我觉得是漂亮的 老实说 即是实用的 即是它是实正的 而且质料 开的时候会感觉到ok 还有它有island 仍然有很多楼梯 其实这里的厨房 真的有很多储物空间 然后呢 其实旁边这里就有一个偏厅 我就会觉得 可能会宁愿把厅打通 我不知道它结构的东西 总之如果它可以打通的话 我会宁愿一下 就是打通的话 这样就好像比较grand 比较漂亮 有天窗 就是很多人都会喜欢的天窗 这里就有偏厅 就可以放张三文梳化 可能如果给我就会放在饭桌 因为这边真的很逼 因为那张真的小的 可能在这里放张大一点的饭桌 会好一点 是的 有些人来吃饭 开派对也会方便一些 因为 始终外面那间房 你都未必真的会出到那边吃饭 拿出去 然后这里出家 这里的玻璃就OK 都是很大 彩光度一流 整个玻璃又有天窗 这个位置其实是很漂亮的 左边这里应该是一个可以拉出去的摘窗 这里应该是一个独立的 可以单开 这是一个败厚 现在就上楼上了 刚才一来到就看一看 好像很暗 以为要先开一盏灯 原来这里是没有灯的 我觉得如果你这么贵的屋 其实这里应该只要开一盏灯 便会漂亮很多 因为这是show home 主要为第一间就是一间套房 刚才鱼鱼就以为这个是bathroom 其实这里面仍是一间房 首先看这个位置 这个是交分位 有棋缸和浴缸 就是套廁里面 这个是OK的 不过设计就有点怪 首先进来 要关上厕所门 关上这道门 原来才能走进来 原来这里也有门 这个是被人双套房 可以用套房又是厕所 即是共用 它就是两道门 这里又通过到垂直 这个是睡房位置 可以放五尺或六尺都OK 有两边窗 床面还有空间 可以放小或扎身的梳妆台 我看到这个衣柜很漂亮 这个配襯 看看是怎样打开 看看是怎样打开 那里面有间价 当然我相信这个是要加钱 是的 还有柜桶 他的心度也正常 我觉得很漂亮 其实你自己喜不喜欢这个钱 其实那是家庭房 但是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多动门的套刺 嗯 都OK 我不是睡这间房 这间不是障碗房 是的 都可以的 OK 我就在第二道门通出来 最初我们还想着 咦 这么怪的 原来不是 那里面有一个大窗 都算是大的窗 都挺高身的 而这里就是一个 Tank Cylinder 而旁边就是 开灯 这间房间就做了小朋友房 但是这里你可以放 即是说double bedroom 你可以放五尺 或者六尺 那里的窗 不过都挺漂亮的 而且我挺喜欢 这间发展商用的衣柜 这个 就是做衣柜公司 挺漂亮的 因为他的门做了少少少圆角 嗯 而且里面都包了 里面是很漂亮的 然后 旁边 就是另外一间房 也是double bedroom 也是适适正正正 也是实用放一张床 其实 旁边还有一个位置 它就放了一个 五桶櫃 你也可以放一张书桌 就是当你需要的话 也是一个入场衣柜 也是漂亮 比平时看的都算是比较漂亮的 衣柜 刚才我看到一间主人房 好像挺正 最后就是看一间主人套房 真是很大 一来到已经 他的楼底很高 是的 很大 很阔 很深 又高 你这里放 什么床都没问题 他真是一个主人套房 真是很大 旁边是超多位 两边小窗 可以放到两张五尺床都可以 很多位 这些人喜欢弹琴 都放过琴 这里还有位置 这里 我们也算大 很大 看回后面 这里还有很多空间 这里你还可以放进去按摩椅 这里 你喜欢炭的 放进去按摩椅 绝对足够空间 楼底设计得特别高 是 辣的衣柜 这个衣柜 很多位 不会不够用 也有8尺 我认为这个是有 这样 这里 就是 套权 这个就是套权 这个就是套权 只可以说 是没有窗 是 而且尺寸是小的 嗯 嗯 您 嗯 嗯 这间屋是另一间的四房 不过这间屋只剩一个家屋 但这间屋的价钱便宜很多 比刚才的一间屋下50万英镑 首先进来这里有两个小窗门 所以即使你不开灯也会有光进来 右边是一个扎身的储物空间 如果不想放一些鞋架 其实可以够位置放鞋柜 鞋架架没有门的一层架 放鞋子 放在遮阻挂衣 我觉得挺好的 这间屋很棒 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位置太大 好像浪费了 但我自己觉得很阔 整群朋友走的时候 每个穿鞋都 会堆在宅宅 还有很大窄的感觉 很阔 因为当你家屋那么大 就无所谓 有点位置浪费了 这间屋有窗的 不是很多时候有窗 而且这个窗不是小窗 还有一个大窗 这个位置还可以放一个储物 这个窗门很大 即使你放一个小鞋櫃 这里还可以 旁边就是一个充满 这个盘很喜欢把充满 放得比较出的位置 不是说放得最入 在这里也很好 它做了一个櫃 这个櫃是可以放 可以放脏衣服 就是做一个层板 可以放这些衣服进去 很少要出去持有这麽大的櫃 也有芯盘 我看一下 也同样有干湿都可以放在这里 用boiler 有道门通出去 我觉得挺好的 跟刚才的房间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有道门 这个 嗯 我觉得真的有道门 很实用 然后对面 就是一个客厅 你说说大厘 我觉得跟刚才的房间差不多大 但这间房间是差十几万磅 两边都有窗 这边是窗 那边有道门通出去 两边都透到光 我觉得是挺好的 真的不错 而且这个客厅也深 就算他弄了这麽高的櫃 也不是太压迫 是啊 我觉得是 就这样的感觉上 就比刚才那间好 而且这个价钱又吸引一点 吸引一点 然后这里又直接通出去厨房 就不用走出去 Horway 这边就是出去Horway 不经客厅的就在这里走进来 客厅的就在刚才那门走进来 吃饭的位置 都宽阔的 刚才 这张桌比刚才我那张桌 是啊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样摆 我就不会 我就不会浪费这个位置 放电视机 我每次都说 我都会喜欢摆一张大的饭桌 出来 会漂亮一点 还有不要浪费天窗 这里又有天窗 也是有很大的窗 很大的门 有拜托或开的洞 我觉得是可以的 其实每个人都要求不同 整个偏厅仔 那些朋友来到就不用分架 在客厅厨房 可以与在一起 我觉得各有好处 厨房这里也有一个窗 台面就比刚才那座可能窄一点 是小一点 是小一点 小一点 其实这个厨房就像一间三房独立屋的厨房 或者平常这些 普通的四房都是这样的 这个厨房就不是大的 不过 趁客厅 我都觉得可以接受 同样也有一个双厨房 上面是麦克罗的 这些发展商这个盘就用了EFF 是Bosch的姐妹公司 我就不全开 櫃我就觉得好像刚才那间的櫃 的量好像比较多 而且可以漂亮一点 不知道是颜色的问题还是什么 也有一些拉的櫃 我都可以 都漂亮的 对了 在这个看出去 哇 真是可以的 这个位置 刚才我们没有经过这里 所以就 miss了这个楼梯底的储物空间 这个电箱很漂亮 也特别漂亮 不过其实它的用品已经放很多东西 其实那个可以放一点闸 对了 好 我们上楼上 同样这里都是没有灯 其实应该放一盏灯 就会漂亮很多 这里的落宫就没有窗了 刚才那间就有窗 第一间就是小朋友房 做了 但那些房间真的有个距离了 所以都是当书房用 对了 或者是gas room 这样 然后第二间房 这个就是double bedroom 感觉上是比刚才的double bedroom 是小的 因为刚才就算不是主人房 其实床尾的空间都会大一点 可以放到梳妆台 这间房间是放了伤人床 是放不到衣柜的 它衣柜在后面 在这里 那都可以 对了 它后面就做了一个 小衣柜 对了 都有四五尺的 然后呢 第三间房 这间房间就比刚才那间大一点 也有个四尺的衣柜 五尺的 这个不是四尺 五尺的衣柜 对了 跟刚才那间的衣柜是一样的 质量 就比刚才那间阔一点 旁边还有些位置可以放到书桌 然后就family bathroom 它就只有浴缸 它这个就没有旗缸了 其实它都可以做到 它始终特意做一个不同级数 这个 bathroom 都比平时一般四房大的 对了 一个很高的tow rail 都可以的 也有窗 最后就是主人套房 当然 这个主人套房就比刚才那间 就没得比了 刚才那间真的很大 即这间是正常的 都比一般大的 都是比一般大的 因为两边衣柜 对了 没错两边衣柜 刚才那间很明显 放了一张大椅 还可以 按摩椅的位置 仍然有很多空间走动 但如果你说 我觉得香港人这间已经很够用 这间都是很大的 其实已经 绝对不小 这间主人房 但室内的实用度 这间高很多 嗯 下面 下面是比较好 楼上的房子是比刚才 第一间房子小 这是三四人家庭用的 是的 可以的 刚才那间就没有那麽小的房子 这间就有比较小的房子 嗯 剛才看完樓盤 為何我們今天來到八明漢對上 這個位置叫什麼 這個鎮叫Tambus 其實是我們來拿車 我跟YM說 駕駛一個多小時 拿車好像不太划算 不如找些東西來看看 約個樓盤多條片出一下 我選了剛剛那個地方 未夠時間 因為我們約了一點 來這裡鎮仔 就吃個硬 我們今天就吃意大利 來到英國這麼久 我們好像沒有吃過意大利 完全沒有 沒有正式 即不是只是意大利餐 那這間即是意大利餐廳 是的 這個份量是不錯的 但這個碟子不再 因為是Starter 因為我不想吃這麼大份 其實它也很足夠 很足夠 這個是香港正常版的份量 是的 給我預期中 你這個Burger挺漂亮的 對 預期中 但是呢 雪仔也漂亮 我們等了半個小時 有等了半個小時 是啊 你試一下 我經常被人說肥很多 不敢吃那麼多 我們要保持健康 保持健康 保持健康 好吃嗎 正常味 正常 但是我量得太多 火箭菜 你可以放在我這邊 嘩 我們看看Burger 盛起來 挺漂亮 算好好的 對 嘩 嘩 嘩 好難 嘩 這麼足料 下面一個洋蔥 嗯 挺好吃 好吃 因為它很足料 牛肉熟 那些 它煎得太久 嗯 如果可以關掉一些 就好 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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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